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主要来自于对岸的大陆 以及来自于北美地区的观众特别的多 我算了一下 这个看完整影片的留言大概快3000则 如果分割的影片的留言加在一块的话 快破万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 你的批评指教我都看见了 那我们持续把节目给做好 当做未来你的意见呢 是我们制作节目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美中的海军 他们高层在北京见了面 隔没两天美国就放话 接下来不排除让航空母舰 走到台湾海峡 似乎从美国的军方到美国的副总统 这段时间都想方设法在激怒北京 而台湾也不甘寂寞 看到市区的街头罕见出现了战车 针对于解放军进行的反登陆的演练 两岸相互校正已经拉高到这样的态势 接下来春节的返乡之路 会不会又出现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呢 以及英国脱欧不成 首相梅伊他还差点丢掉了首相的宝座前景堪忧 导师金正恩这个礼拜是蛮开心的 因为确定下个月又再次要跟川普见面了 我们请到三位来宾跟大家一块来掌握天下大势 为您介绍包括了文化大学政治系的讲座教授 陈一新 陈老师 大家好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永康兄好 大家好 以及大家熟悉的时事评论员蓝轩 永康好 大家好 其实我们节目邀请到很多专家来做评论 2019风险最高在哪 包括了台湾或者是一些国外的学者专家都认为 其实2019风险最高的地方 不在朝鲜霸岛 不在中东 就在两岸 我们看到元旦习近平跟蔡英文相互校正之后 这情势一路的升温 这个电视墙的画面看到的是 双方的军方都有动作 其实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了 台湾国防部宣示 2019的军演要加大强度 结果国防部马上就来了一个 第五作战区反登陆的演练 针对了 当然就解放军 而且你看他这画面 声势相当的惊人 包括了过去是以往的重复要先预演 这次完全不预演 而且不在营区里面操练 直接到可能出现的战场 去熟悉环境 而解放军也不甘示弱 在抖音也释出了模拟作战影片 看来之前蔡英文跟对岸呛 不接受九二共识 不接受一国两制 硬起来之后 民调尝到了甜头 现在有点吃了 趁头铁了心 连任之路就靠 进入北京吗 是这样子吗 董事长你的看法 我觉得今年蔡英文的选举策略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 亲美的政党 跟亲中的政党的两种路线的争辩 那蔡英文现在选择的是一个 百分之一百的往亲美路线上去靠拢了 而且搞得很 这种选边搞得这种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目前是他的这个策略 尤其是今年元旦之后 在习近平的演讲 对这个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纪念的文告出现 出来以后 蔡英文的态度是更为的 这个反应是更为的强烈 反应的强烈 那网路上称她为辣台妹 辣台妹看到是见烈欣喜 声望也提高了 虽然新的民调出来 并没有看到她支持度的成长 但是她的满意度确实也有 满意度有拉高 满意度拉高了8个百分点 不满意度也下降了将近有快8 9个百分点 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 对呛中这件事情 或是联美抗中这个路线 对蔡英文来讲的话 在现阶段在有面临到初选压力的蔡英文 她是有迫切的需要 那也是有效的看起来 目前已经产生有效 因为那个是对亲绿的族群 产生一个一定程度的魅力 那这个吸引力跟魅力的提升来讲的话 希望能够在4月份左右 蔡英文能够获得民进党的提名 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他的策略 所以在4月份之前看起来辣台妹应该会持续更辣 这味道 会其是加辣 加辣 更辣就很难讲 辣这个字最近还真的是挺热门的一个关键字 如果我们看到雷霆2000这画面 首次公开做试摄 这规模有人说真的有点 看起来画面有点像坐在的状态 大陆学者金灿荣曾经研判过 大陆会以观察 施压 对抗冲突4阶段 处理台湾问题 老师你认为现在走到什么境界 现在在施压 施压 观察已经过了 观察已经官齐言 天机行动已经过了 还没到对抗吗 对抗还没有 因为连擦枪组合的还没出现 所以说还没看到对抗的形式会转变成一个主轴 那么现在只能说是施压 施压当然正好对蔡英文提供了一个大理 从1月2号的演讲到中国大陆官方 一直强调一国两制不等于九二共识 但事实上蔡英文把它画上等号了 而且效果还不错 那么他当然会加码演出 因为这个实随之位 因为他的民调也有室友增加 他的网路的点阅率也增加 YouTube上面也增加 所以说这方面来讲 他变成一个好像抗中的一个总统样 所以说美国人也对他的兴趣也提高 所以要找一个 美国因此对他兴趣提高 我认为是有提高 因为美国今天也要打台湾牌 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打出中国大陆版的台湾牌 1月2号就是了 就是让你包括蓝营的这个九二共识的空间都压缩 压缩 那么反而是蓝营现在也必须要提出一套 必须要提出一个对策 除了坚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之外 可能要加一些民主和平两岸双赢的那种问题 那这个当然不至于说是变成亲美牌跟那个亲中牌的一个对抗 但是中间看人民怎么选择 你要好一点的生活 加延续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话 阻责的话 那应该是人民还是需要好的生活 你光是对抗 不会带来好的生活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又好像非打不可 所以说所有的这个筹码都已经摆在川普手边了 包括几个友台法案 这个友台的修正案都在手边 包括最后年底签署的一个 亚洲再保证的一个倡议法案 里面就是事实上过去都有了 包括军售 包括官员互访 那么现在还加一个台湾纳路 这个印太战略之中 这个对蔡英文是一个等于是加码支持 美方青年一定是会打台湾牌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 从美国军方的一些动作 到副总统彭斯的呛中国大陆 我们来看台中的街头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要请教一下蓝轩 云豹甲车走在市区街道 而且不止一张照片被拍到 就在街道旁边 树丛里面不做预演 现在是直接到街头周边 军方的说法说 这叫做让整个作战部队 能够熟悉可能发生的战场 所以不在营区了 直接到这个 性情反登陆的作战地点附近 这都是战车出现在街头附近 都让民众跟媒体拍到 蓝轩姐 我们从媒体的那个角度来解释 你觉得这个被拍到 应该不是不小心被拍到 还是刻意被拍到 到底怎么样一个操作的 对内还对外 我想当然是 当然是故意被拍到吧 一般来讲的话你在军区里面 在军医里面进行相关的一些操演 也就够了 但是呢 以前除非是汉光演习 他就有些在外面让大家看到的 而且是年度的 那么一个实战的测试 但他这个不是 那所以呢我相信 这走在大街上 这个在台中的台湾大道 是啊 这想要不看到都很难 刻意被看到的用意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对内对外都有 因为呢其实对于蔡英文来说 九会一选举之后其实相当程度的是一个 他的民意的或他某些策略的分水岭 就是他第一个他知道 他对于台湾的民意来说 民进党可能 遭遇到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低潮 尤其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路必须要去争取连任的话呢 他必须要想办法加强 那加强的话呢 他到底要选的什么路 我想刚才两位专家也都提到了 某个程度来说呢 亲美 然后呢抗中 我觉得是一个蛮明显的 他在未来这一段行业会操作的路 那怎么样子可以展现出他的某些决心呢 我认为其实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他巡视 他去视察军方的这个比例 比例很高 我认为大家应该去统计一下 我知道这我印象来看 他应该是最高的 就是一方面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女性的关系 他可能特别的过去曾经有人讲过 穿裙子的不能都当元首 他可能刻意的也要去视察军方 那再一个的话更是 就是不管说你支持被认为 可能担心没有办法维持现状 因此造成对岸来攻台这样的疑虑的话呢 我加强我的房屋 让你觉得很安心 你看我不断地对我的这个军方喊话 决心阵仗就摆出来 没错 那另一方面呢 这就是阵仗 对美国也是啊 一方面就是你希望打台湾牌 你希望我买你的武器 我也告诉你说我需要 为了要去增加安全 所以我要增强我的房屋 我要买该买的东西 我要去做该做的东西 我们都需要美国的更进一步的合作 更进一步的配合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对美表示说 我们不管是买你的东西 跟你做进行相关的一些 前进国造等等的合作等等 我们都是我有我的保证 所以我认为它是对内对外 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宣誓性的作用 就是我今天在这边 不管是用捍卫主权的角度也好 或是说呢 让对岸觉得说呢 我不是那么轻易的 可以让你越雷池一步也好 对于台湾本身来说 告诉你说我的维持现状 事实上呢 是有军事在后面 做一个后盾也好 我认为他这方面的一个宣誓意义 是多重的 但关键在于说 他过去可能只是口头上面宣誓 刚才永康特别提到 是我让你拍到这方面的一些行动 这个是有一些操作的痕迹 因为如果说汉光 是找所有的媒体来拍 那这个呢 他也不是说 叫媒体全部过来拍 因为这样就太夸张了 他就漏给某一家 那这一家拍到独家之后 因为这一家经常会被 很多的电子媒体所引用 所以大家就翻拍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但不是我主要告诉大家 是被他们独家拍到 而且你们发现 你们觉得操作的痕迹很明显 对 而且在过程当中 除了什么战车 什么云豹 什么假车 像雷霆2000 它是我们自制的武器 它是属于攻击式的 然后呢 后来不是又去花莲吗 花莲是天宫 天宫是拦截式的 但也是我们自制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方面 也在宣誓说 我们制造我们的武器 这件事情我不是说着玩的 我都是去这个点 然后我展示什么样的武器 我都是有我的目的性的 不管就攻击也好 或者对于导弹拦截也好 我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被看到之后 要有些回应 就对岸马上就有回应了 解放军的空军 2019年第一次 在台海的中线出现了巡异 那看到这个希望被看到 果然被看到 马上有回应 蔡英文的心里面是 担心还是开心 这个我也补充一下 我们都当过军人 我们对这个 最搞对研究这个两岸关系的人 对相关军事的一些的 知识也是必备的 你看到这些什么云豹甲车 或是你刚刚提到的一些 在丛林里面的防空导弹 还有这个M60A3战车 这个都是叫做陆军作战 对不对 陆军作战是什么意思啊 陆军作战是反登陆作战 是 反登陆作战已经是决战在台湾了 战场在台湾 在打巷战 如果我们真的台湾有一天 要在台中的 这个什么台湾大道 在那边做防卫作战的话 那台湾一变什么样子了 台湾第一个我告诉你 所有的外汇 所有的有钱人跑光光了 所有商业全部停止了 这个是一个首饰作战的最后的一波的首饰作战的可能性 你知道吗 所以在国防部齐寸无比 没有知识在干这种事情嘛 因为如果真的是刻意要操作的话 你派 怎么搞这个东西呢 你派空军什么媒体也拍不到啊 空军拍得出来 这个是媒体可以拍得到的啊 空军可以拍得出来 空军可以上去拦截 可以去在半行过程当中 用雷达扫射你敢不敢 你这是勇敢的话 或是你天空飞弹你的试射 那个是必须要空军提供照片 那就是政府发布讯息 所以现在第一个 现在目前参谋总长好像是陆军嘛 好不好 我记得陆军可能要增加预算啦 我个人认为说 这些愚蠢无比的陆军啊 因为这一波的参谋总长是陆军在主导啦 所以我记得好像在军售计划里面 还提出了要买M1A2战车吧 M1A2战车 根据我的了解 他那个载重量 在台湾的道路 根本不能使用 根本无法使用的M1A2战车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 这个国军有个最坏的缺点 参谋总长换了空军啦 就偏偏买空军东西 他在参谋总长换了海军买海军东西 所以他根据 参谋总长的权利 在照顾他自己的军种 你知道他是有这个的派系在里面作税 浪费国家公堂 美国人在卖的M1A2给你干什么 我刚刚提到了嘛 这是最后决战境内 那个反登陆作战怎么打 我们都当过兵很清楚嘛 是等到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等到共军已经在登陆完成之后 我们再从海上再反登陆回来你知道吗 就做到这种打法了 那表示我们海军台湾已经完全陷入一片战争的情况之下 就是美国有个学者叫什么 什么白什么 易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 白邦略 白邦略不是 还有一个易思安什么 易思安 他写了一本那个描写台湾的这个国防的书啊 那就是巷战嘛 就变成我们是巷战 就我们变成阿拉伯的巷战你看到的嘛 那台湾早就变成一片火海了 不可能到这一天发生嘛 就是而且 这个也不是事实 我讲的更不是事实 我们更具体的讲 我们旁边有一位这个 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陈教授是 美国专家 但我先搬门弄斧了 目前共军根本没有具备有渡海攻占 占领台湾的能力 所以你这些的秀 根本是跟未来在短时间之内 会遭遇到战争的可能性 是完全脱离现实的 董事长就说反正现在陆军当家 陆军shows muscle 陆军要预算 美国怎么看 美国是否你刚刚讲到说 解放军没有办法这个渡海登陆 看起来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五角大厦 他们做的情报呢 还把解放军看得蛮厉害的 这个报告给他看 他说中国的军事技术在各领域 逐渐成为全球领先军事力量 他们担心在武器系统及技术不断的经济之下 中国政府将自认可以顺利拿下台湾 进一步做出攻打台湾的决定 老师你来看美国的五角大厦 这时间点台海声音的时候 放出这样一个讯息 目的是什么 目的也在争取预算 也在争取预算 五角大厦也要争取预算 有点三风点火的味道 中共军队说明的比较强大 对他们政治上有利嘛 假如说中共不堪一击 或者没有渡海能力 完全没有渡海能力 事实上中共的渡海能力 是看它一定是先发动空袭嘛 空袭包括把加山基地 什么的这种地震弹炸得差不多 然后雷达战也差不多 然后再来海军海战 那么海战我们也被打败之后 那才会发动登陆战争 所以说这里面美国当然要 所谓料敌以宽嘛 你不能说把敌人说的一堪不急 一堪不急 不堪一级怎么办呢 那就要不到预算 国会就不会给预算 所以大家都是为了预算 军统之间要抢预算 那么最近有几个 有几个可以点了可以看出来 美国是真的要帮台湾 还是假的帮台湾 第一个最近美国不是说 可能会一些军火公司 会连同印度 日本 还有欧洲来对台湾 出售浅舰技术吗 这个假的成功的话 那美国真的帮台湾 第二个呢 很多国家都买F-35了 日本 新加坡 都要把F-35变成首选 买得到就是美国有意帮台湾 否则不可能 因为我们2007年 我们本来是参加F-35 早期研发计划付钱的 付费的 然后后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优先成购 但是我们当初 陈里面破坏了这个 因为搞这个 路联公投嘛 所以美国就撤销了台湾的这个计划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优先成购 所以现在要等的话 即使今天川普总统突然答应 可能要等15年 才能拿到F-35 除非是像当年1958年美国先提供我们 全世界都没有用到 美国自己也没用的响尾射飞弹 我们后来创造了11比0的这个纪录 假的没有那个情况发生的话 我们大概F-35要 蔡英文就算连任之后也达不到 说到真挺台湾 一直在传蔡总统有机会访美 可真的会出现吗 这个地方要牵涉到防美防 怎么防 是防哪个城市 他现在是大家考虑 争议的是在东岸 西岸 南岸 南部都不稀奇 东岸 东岸要看哪里 东岸 纽约也没问题 马英九城里面都去过 现在是华府 华府怎么去呢 华府去的话是违反1994年 美国在致力一个对台政策调整 就是规定四大领袖 台湾的四大领袖 还有国防外交 四大领袖有哪些呢 总统 副总统 还有这个行政院长 副院长 那么再加上国防外交的部长 那不能够去华府 那么有没有变动方法呢 有 去华府 禁交 比如马力来的 禁交 没经理啊 不到华府啊 插边球 所以你评估蔡英文 你评估蔡英文下半年有机会去 华府很难 华府除非是美国准备跟中共翻脸 那个严重情况 比当年的两国论的时候还严重 那是非常严重 但蔡英文去美国的机会是大 因为西部是不成问题 南部也不成问题 那么现在呢 他要选选总统 现在气势又比较好 底气比较足了嘛 就完全拜习近平之士嘛 给他一个大礼物 然后他就最近的底气比较足了 所以他去美国是比较 比以前有点面子 现在民调可能比以前还高啊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他去东岸是可能 那么去华府 那么去华府 是个值得考验的 那么禁交是变东办法 OK 等下来就要点补充 不过我们先进一段 赶快马上回来 为了降低美中在南海 擦枪走火的几率跟风险 我们看到美国海军作战的 部长Richardson 他这礼拜呢 特别跑了一趟北京 跟解放军的高层见了面 结果会面的过程 看起来火药味也蛮浓道 这是李作成 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 他说 如果有人要把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的军队将不惜一切的代价 要维护祖国的统一 捍卫国家主权的领土完整 这段话是当着Richardson面前说的 当时Richardson只有讲说 双方美国立场还是反对片面 有任何一方式改变现状 但是隔没几天 Richardson离开了北京之后 他去了日本 在日本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立刻就加了马 他说 接下来不排除派美国的航空母舰 行驶台湾海峡 这话一出 大家就想上一次 有美国的航母经过台海的话 应该是2007年了 当时小英号去香港 被拒绝停号的时候 小英号就直接使进了台海之间 我想请教三位来宾 我们举个牵插牌好了 2019台湾的总统大选要起跑 蔡政府目前看起来是 操作两岸之间的议题 在民调上面有些斩获 所以包括了美中贸易南海对抗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航母进到台海之间 航行的几率 你认为有没有超过五成 今年2019年 帮我们举个yes or no 两位认为有一半 董事长说没有 董事长你说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约一 没有能力的嘛 没有能力 现在美军现在没有能力在做这种事情了 美军的实力在衰退中 是 在实力在衰退中 而且现在 可是他们航母的性能 现在不是 现在你要知道 就是说美中两个大国在所谓西太平洋的作战的方式 它本质上也做很大的改变嘛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陈老师是专家了 那现在共军 就解放军的 能够对这种A2AD的这种作战能力 已经大幅度增加了 他如果你要敢随便进到这边来 万一有发生意外的话 真的会有战争的可能性 你看这Richardson他本来的用意是要去 重新再定好一下 向台湾海峡派航母 是派到哪一个范围 他的 譬如说他直接到台湾 台湾海峡他经常有经过 我记得 2018是美军军舰有 但是没有航母 我 军舰三次 我记得好像在几 20 苏起跟我讲过一次 他好像美军有过 后面有释放出这个消息 是在 2007年有一次 2016年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他有派出航母作战群 但是没有对来宣布 非常严重 而且他的部队是 规模比过去还大 但是人 就是说 可是现在我觉得 这个作战态势改变了啦 现在如果说 我不认为 就是说我在我的概念里面 我不认为美国会那么直接的用 军事的这种对冲的态势 来介入这个 所以他只是讲讲而已吗 有很多形式可以改变 在这个之前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过Richard他本来是要去 定一个南海避免冲突的新的游戏规则 没有想到去界了面之后 反而好像把冲突点拉高了 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美中之间的冲突是不断的 是在拉高的 这是没有错啊 因为你川普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 中美贸易冲突 现在已经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 这都是已经一触即发的态势嘛 这个冲突是向上提升 那台湾当然现在是热区啦 2020是热区啦 因为蔡英文如果继续操作台独 就是说这种台湾独立 这种牌的话 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大家的负担嘛 那有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郭备宏四月份要搞入联跟台独公投啊 这个公投如果民进党的态度 民进党政府的态度 如果倾向于支持的话 那情况会是升高的 不是不会升高啊 不光是蔡政府要这个操作两岸方面的议题啦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美中之间博弈 美方要刻意操作你台湾 也就是follow别人的脚步 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的军方这动作之外 美国的 台湾台海不一样 台海不一样 如果东海跟南海 它的意义它都可以讲说大国博弈啊 可是在台海后特别危险 因为台海有中国 这个有台湾有这个 是在北京当局是 让无可让的可能性啊 这个别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远高过于其他地方 如果他有派出去 有军事情动的话 OK 好 请教一下宣姐 因为美国要降低南海冲突 所以Richard先生才去一趟北京 去了之后呢 马上接着美英要在南海联合军演 刚才Richard先生讲说 不希望台海之间有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但他却放了话说不排除美国航母 会来台海中线走一走 这感觉就是安的什么心呢 我觉得其实听起来好像 就都非常的风声鹤唳 但是我觉得就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个概念其实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中美这两大强权的 战略性的全面性的角力 在未来这五年十年之间 一定是持续下去的 而且是会这么一个尖锐的状况呢 而且越来越强 其实也不排除 但是彼此之间都是一个有限度的热战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说没有人真的想要发动战争 所以你看南海部分 不管口头上面的怎么样子的搏火 或者说呢在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还给彼此很难听的话相互呛响 这都是因为各自的鹰派站在 现在最前线 台湾其实也是啊 台湾现在也是鹰派当道啊 中方美方台 台湾现在都是鹰派当道 你嘴巴上面绝对没有一个让步的可能性 但如果说你因为这个嘴巴上面的那么的尖锐 彼此之间的相互呛响 以为就要接近战争边缘 我也不认为 其实美国的智库在去年底 就做过整个台 就全世界 最大的一些可能的一级的冲突地区 他们第一次把台湾列进去调查 但是调查当中 并不是列为真正的一级会马上爆发冲突 他就发现第二级 第二级里面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就是说 它几率非常的高 而且即刻可能发生 另外一种是说 它如果发生的话影响力很大 但是发生的可能性很低 台湾就立在第二种 就是只要一旦发生 冲突非常大 可能想象中 我们其实用想的也知道 台海成为一个真的是战火 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对于美国 对于中国 对台湾来说 都是一个不乐见的状况 但它几率来说 对美国的智库来说 是认为是低的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说明了目前 各方在博弈当中的一个 真正的目的 就是政治上获利 而不是真的要发动战争 而不是要真正造成战争 造成战争当中 因为造成战争 你不管就朝鲜半岛 当初跟美方的紧张关系也好 现在这个美中的战略的紧张关系也好 没有人会真正的希望说 战争发生 因为到最后 对自己的伤害来说是很大 但是战争边缘这件事情 极限施压这件事情 因此获得政治利益这件事情 绝对是里面的火中取栗 大家都认为乐此不疲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目前的危机 那当然你在一个边缘当中去进行 有限度的热战 当然你必须冒一个风险 就是误判 误判万一真的参加说我怎么办 但是呢 这部分可能就是意外 而是在意外之外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彼此之间都有需求 这需要第一个就我们刚刚讲到 各自的内部的鹰派 第二个就是美方在后年要总统大选 台湾在明年有两种大选 所以都有这样一个让台海之间 状况更紧张 因此从中间得到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你刚刚在讲说 好不管说这个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说 不派出派航母 中国大陆的罗元将军也说 你若若派航母来 我把你炸成你敢不敢来 这话他也讲过啊 那你看这话都是讲到这种局面上了 那目的我想我刚刚讲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政治上面的操作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包括刚才两位专家也都提到了 他们各自都是为了很多的军事预算 预算为谁服务 为政治服务嘛 如果你不是一个政治上面 有这样的战略上的需求 谁敢去跟你编这个预算 你怎么要得到钱呢 你当然都知道这个政治往前走 政治先行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因此我后面就藉由这样的一个声势 我拿我要该的派系的东西 我拿我该要的权利跟要的钱 大概来说就这样的 撂狠话不花钱啊 因为撂狠话记得中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这个撂狠话还是有一个限度的 而且刚才我说的施压 还是适用于刚刚这三方案 事实上瑞夏森在去年就讲过话 但不是讲这次的同样的话 去年先放话 说是美国航母会经过台湾海峡 那么结果呢 瑞夏森他到了菲律宾访问的时候 他的军令部部长 他当然有内线消息说绝没有这种事 但为什么今年会讲呢 因为去年中共对这个非常紧张 虽然是CNN放话 中国大陆还把当回事 请雷根号航母到香港度假 这个就是故意让他 而且时间是正好是台湾选举结束才放他走 台湾是11月24号结束 那个雷根号航母呢 11月25号离开香港 就是不让他到台湾一下 而且你选完之后到台湾一下意义也不大了 今年为什么雷根号是小的 他已经晓得中共是很怕这点 吃定中共啊 所以他就说航母会来台湾 是不是雷根号当然不晓得 但是呢由他来 当然由他就有心中有数了 这是放话阶段 施压阶段 这里面很有意思 所以今年他说不排除航母来了 那中共又会紧张 这就是对她对中共的压力 这个压力可以适用在台湾排 也可以适用在美洲贸易战 科技战都可以 所以这个放话呢 百利而无一失 中國大陸決定會照單決勝 從美邦的角度來講 而且中國大陸也決定不敢 雖然剛才吳子嘉董事長說 中國有這個能力 但中國大陸從來就不敢打航母 他有什麼 不用東風4C 他叫東風26就可以打了 東風16 26都可以打航母 看他在哪裡 所以這裡面來看 是不是現在的施壓階段 那麼你對我施壓 你在南海問題上對我施壓 或者在台灣問題上 你做成對劉曉辰施壓 當場不好發作 到日本來發作 給中共嚇一下 中共決定吃這一套 不只Richardson 老師給你請教 連副總統都說話 他說面對流氓政權挑戰 不再做事中國違反國際法 他主要是講的就是 中國的一帶一路 現在造成很多國家出現的 債務外交 他不能夠再做事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防堵 那請問 你看美國的軍方的動作 副總統的動作 感覺上我們好像覺得 美中貿易戰這段時間 好像OK啦 有的可以有的談嘛 應該是緩和的 不過軍方的動作 跟副總統身高這樣一個態勢 好像沒有停下任何 對於北京拉開的 這就是籌碼 籌碼 籌碼越壓得 又拉高這個緊張情勢 就會讓中共做更大的浪步 孟晚舟也是籌碼 美國的籌碼 那北韓則是習近平的籌碼 大家都是 金正恩去 為什麼到中國大陸過生日 北韓生日難道過得不好嗎 當然是有用目的嘛 習近平要他去嘛 不是這次不是北韓講去 是習近平要他去 我要拉高籌碼 我覺得一定是籌碼 再來一個的話 我覺得對於中方來說 可能要去思考一點 在於說 我覺得美方跟台灣這方面 最近未來這段時間 一定會極盡挑釁跟挑逗之能事 其實因為我們剛講的 就是講話不需要花錢嘛 但你如果你中方的回應 出了一點什麼樣的閃失 其實對於各自 美國對台灣來說 都是賺取政治利益的好機會啊 台灣也是一樣啊 我就是盡可能做一些事情 其實也都到那個邊上 也沒有真正的落諸實現 其實我們的來賓 對還有中方反應 對 我們來賓 其實還有 在我們節目當中 談好幾次 就是唯一擔心的就是 誤判這個事情 但誤判 狀況很多啦 薛姐你認為那誤判會是什麼 真的如果有這個 風險變數 是因為誤判的關係的話 在這2019年 我想陳老師最最最 過去誤判曾經有過非常緊張的 跟譬如說中美之間的飛機 相互擦撞 然後彼此之間都認為 對方是故意的 那個時候可能狀況 就會來得很緊張了 但是你說除了這個之外 但彼此之間後來事情發生之後 還是到那個真正 到了一個接近零報警的時候 我覺得雙方會很冷靜啦 就是說你會知道說 一旦發生真正的衝突 彼此之間都要付出 非常慘痛的代價 所以這個慘痛代價 不是任何一方可以說 片面決定就要發動的 所以我認為真的 如果發生了意外的時候 反而冷靜的狀況會居多 在狀況沒有發生之前 大家會弄到一副好像 天下沒有大亂 你覺得不甘心一樣 所以你說真的誤判 我認為啦 我認為其實發生的機率並不高 即便我剛剛講說 我認為航母通過的機率 事實上是有的 但就算是航母通過 它可能的整個編隊 它可能的規模 都會在一個可容忍的範圍之下 而且它可能造成的效益 目的還是在於 得到相關的政治上的利益 這個政治可能不只是 國內的選舉的問題 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而是更多的一些戰略上的部分 它希望得到的一些利益 那不可能說是以衝突為目的 我覺得現代 就是進入到21世紀的全世界 它不可能是以戰爭為目的 實施為他們的最主要的 政治獲利為最高的指導原則 還有經濟 董事長 劉鶴要去美國了 會不會受到影響 劉鶴即將去代表 中國首席貿易台判長 劉鶴去當然這一次去 可能就會比較具體一點 希望達成一些協議 但是根據現在目前的情況 我看這個90天時間到之前 當然會有一些 具體的協議出來 我說彭斯嗆成這樣子 劉鶴去應該不會生變吧 不是 彭斯的 就是剛剛陳老師講的 彭斯的角色設定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 黑臉 黑臉上到底 他按照彭斯所有的這個 要求開出來的條件 那根本就是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 改造成另外一個國家了 改變成另外一個社會 那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調門拉得很高 但我覺得劉鶴現在這次去的話 他根據這次他們在北京所達成的協議 也是增加採購嘛 就是有一些比較具體的 可以可行的 可以花錢去買東西這部分的話 他們不會有爭議 立刻可以推動執行 就是說涉及到法律面的 譬如說他們現在 所增值的到的所謂的科技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兩邊都不會讓嘛 因為兩邊如果都會讓的話 怎麼會那麼多軍事的放話出來 那軍事放話的目的 包括打北 包括這個 這個這個 金正恩到北京 包括這一次的 這個 金正恩可能在2月底跟川普碰面 那這都是發生很大事 我覺得這個都有互動 我覺得 所以我認為啦 在這個日期結束之前 可能會有一個 所謂的比較 Temporary 就是一個 相對具體 一個 一個暫時性的協定 採購新聞應該相對明確 也會有一個暫時性的決定 這兩天已經發佈在美國的故事 然後後續會再發生 會再 它是停 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因為這是個長期的鬥爭嘛 它常態性跟這個 長期性這個 這個樣態應該不會改變 好 近往後之前 簡短提到老師 這是一個美國智庫的一個報告 除了台海之外 他們預測2019的衝突點 美中站南海機率是最高的 當中也再次提到的台灣 你對於這個智庫的一個報告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解讀 我認為 南海最多插槍走火 不太可能發生大衝突 美國現在沒準備好 中央大陸雖然在島礁的軍事方面 做得差不多很充分的準備 但是也沒有一戰的能力 因為中央大陸在境內 它不怕美國打到中國大陸 但是境外 它還是有點擔心的 在各方面實力都不如美國 那麼台海我認為大家都在大陸玩大陸的大陸版的台灣牌 我們和美國聯合起來玩美國版的台灣牌 那麼台英文到底是玩牌者還是出牌者 我覺得是值得懷疑的 因為很多小國都想做這個騎手 但實際上騎手不容易當地非常危險 尤其在兩大強國之間要扮演騎手 做騎手是你反正順其自然 你反正也不會 台灣人常常被犧牲 也不會犧牲光 那麼所以說做騎手 騎手是很難的 騎手是容易的 但是蔡英文想做小騎手 那個時候就會讓台海掀撥 是問題比較大 但是大陸鬥不過美國 就跟大陸鬥不過美國孟晚舟事件 就找加拿大人抓起來說出氣 甚至要牆壁各把人 那麼但是大陸可以打美國不行 打台灣綽綽有餘 所以台灣可能會哀悼 那哀悼什麼程度呢 現在看三方面出手怎麼出把 我剛剛提到的蔡政府可能要操作兩岸的議題 不過有一份 關於統獨的民調出來了 這個數字或許會讓政府有點意外 我們回來聊 有關於統獨 政大選研中心做了一份民調 2019的國家安全調查 這個數字給大家看一下 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可能 占了48% 台灣獨立比較可能 占了29.6% 沒有反應的22% 這份民調當中要點出的就是 這是認為兩岸之間 不是問你支不支持台獨 而是認為你覺得哪個可能性比較高 所以或許有些人是支持台獨 但他認為兩岸統一的機率是高一些的 董事長這份民調你怎麼看 有意外嗎還是很OK的 這個民調反映出一個現實 就是今天中國大陸的國力崛起 台灣人對這個現實的認知上的感受 就是已經是我們比較小他們比較大了嘛 因為如果你是問支持台獨或支持統一的話 這數字大概是一直都是一半一半左右對不對 支持台獨但台獨的定義 以中華民國或是我是台灣人 類似這種問法的話 他可能會高達到八成 八成 到中華民國可能 但你看問 是哪個比較有可能是統一還是台獨的話 你看數字就相差出來 是那所以這個你們還要去看一個更重要的 他背後交差分析應該看他年齡層是什麼 如果說看年齡層的話 我認為可能這個兩岸統一這題的年齡層 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獨立的年齡層的話 也是會變兩極化一點 是 這個就要看 這個我們類似的民調也都做過啦 但是我記得中華民調也做過一個類似的民調 他對這個統一的可能性 他也是大概好像49左右 那認為說 台灣會不會為了 獨立而 民眾為了獨立而去作戰的話 大概也有46個可能性 對這數字很高 所以數字 我們為了要跟老共決一死戰 大概也有不少人願意來參加作戰啦 那是做民調的時候說的 這是民調說的 到時候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到時候打來了可能跑光光的 不知道 不過這個數字當中點出一點就是 就是支持台獨的人在被問到哪個可能性比較高的時候 他也認為統一的可能性高一點 這是認清到務實事實的一點嘛 這是確實如此 這是實力的懸殊 所反映出來的一個民心而已啦 不過 對這事實並沒有什麼實際影響 對 但當中有一個數字比較 比較剛剛藍圈特別提出來 我們在進廣告的時候他提到的 同一份民調在問 那如果說台灣宣布獨立 那你認為發生戰爭的話 美國會不會來持緣 佔了48% 那台灣如果沒有宣布獨立 而是兩岸之間發生戰爭的話 美國會不會來持緣 認為會的 佔了61% 這個數字 會不會顯示台灣人太過樂觀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 這一份民調蠻好玩的 就是說第一個 針對這個統獨問題 我倒覺得 我同意這個 子嘉董長說的 就是他比較是符合一定的趨勢 那這是一個理性的務實的判斷 所以我發現我們對於 比較鄰近我們的中國大陸的了解 顯然的是比較清晰一點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 實力懸殊的狀況 是來的比較有認知一點 所以這部分聽起來很理性 比較沒有存有幻想 但是我們對美方 幻想太多了 充滿很奇怪 孤獨樂觀而天真的幻想 因為你看 剛剛講48度 有一個接近50嘛 就代表我們台灣 宣布獨立喔 我們還認為美方會來吃援我們 將近一半 將近一半 我們沒有宣布獨立 就我們沒有做任何的挑釁 但是兩人今天發生戰爭 我們更開心了 我們更覺得 美方一定會來吃援我們 有六成以上 但是你回過頭去看 就美國 他們不管是去吃援任何一個戰場 這部分 這個易星老師一定會非常清楚 就他們擔心陷入泥澜的 你說阿富汗也好了 敘利亞也好了 為什麼這段時間 川普一度要把這個 美國的大兵從這個敘利亞撤軍 就是因為他認為 他知道美國內部的民意 對於任何一個地方的戰爭 他派人去那個地方 他們基本上都是否定 都是否決的 都是不贊成的 包括台海 所以他們過去也曾經有過 類似台海發生戰略 那台灣如此樂觀 是從哪邊來的 對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到底為什麼如此樂觀 我自己覺得這部分就代表說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錢買軍務 我覺得這是蔡英文成功的部分 蔡英文成功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這 過去段時間他的親美部分 代表說他自己選擇要親美 因為他相對來說仇中也好 或是他認為要遠中也好 但另一方面就是 他也因此塑造出來 我們跟美方非常的麻糬麻糬 包括川普打電話來啦 包括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有多麼的好啦 不斷地去強化這個部分 所以讓大家可能誤以為說 美國對我們真的是很好 但是真的很好嗎 你不管去講真正誤實到 美豬美牛也好 什麼CPTPP也好 什麼FTA也好 其實美方對我們 該談的利益 該做的一些步步進逼 從來沒有放鬆過 就過去這段時間 你說什麼汽車關稅什麼關稅 他對台灣沒有因為 我覺得你是我的小老弟 因此我對你就少一點要求 沒有這部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對台灣來講的話 我認為可能是一個媒體的 民進黨非常成功的宣傳站 或者是這段時間 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認為相對於中國大陸 我們覺得美方對我們比較好 我覺得這部分真的是 有點脫離現實 過度存在一個幻想 我覺得另外一個東西 也是在這個民調裡面 顯示出來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包括我們自己看待 可能目前的一個政治情勢 造成的一個軍事緊張 你說剛才說發生戰爭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大家願意為台灣一戰 在這份最新民調裡面 沒有 你說如果發生戰爭 百分之六十的人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抵抗 但你問到說 你要不要去從軍 你知道答案多少嗎 百分之九 代表的是什麼呢 有百分之五十億的人 都是別人去作戰 就是你認為百分之六十的人一定 就是百分之六十的人認為說 我們一定會為台灣而戰嘛 這是別人去戰 我不要戰 不過這數字也不是很意外就是 所以這個數字才會講 可是百分之九跟百分之六十 這落差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 我們目前所做的一些 政治上的跟 選舉上的一些話題討論 尤其事關同獨這件事情 跟距離我們真的會發生戰爭與否 我們是不是為台灣而戰這件事情 就是我的意思說 我們的想法跟我們的實際是脫鉤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反映出來 我們很沒有認真的去思考 這個問題付出了代價 不過萊薛姐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老師你看 從台灣人民如此的樂觀認為 老美是我們的換鐵 可以點出來 蔡政府這兩年非常成功 在塑造台美之間的友好 其實還不能說蔡英文政府 陳俊平就開始了 陳俊平說大陸要打台灣 台灣安了 後來美國的當時的副國務卿 阿米塔吉就接受PBS訪問說 不要做夢 美國不會因為台灣關係法 而讓美國的鮮血填在一個 空白支票上給台灣 他因為美國不可能這樣做 因為台灣 尤其台灣是挑釁的話 更不可能 那麼後來楊書蒂的 這個美國駐台的代表 也AIT的處長 台北處長也說過 他說看起來那麼多人要支持台獨 但是他們要再問一個問題 打仗會死人的你會不會去 我相信他那個所有的比例全部降低 不要說打仗 現在恢復真兵都不可能 對啊 現在都不可能 已經成為回不去了現在 沒有人要去打仗 所以說剛剛這些人想法都是 我去抵抗 但是別人去死 那麼什麼可能 你們在後面抵抗 那麼別人去什麼送死 這是不可能 台灣沒有那麼多的愛國情操的人 台灣現在大家 那時候第一個有錢人全部跑掉了 窮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 我看是覺得解放軍解放 可能他也覺得也無所謂 反正能夠窮人還可以翻身的 說明在大陸之下 所以說但是有錢人跑光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台灣人也沒有意義 有本事也差不多跑得差不多了 結果沒本事拿去拿槍 沒本事大概連槍都不會打大概 我們來看其實兩岸之間還有一個話題 董事長你要補充 我這點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這個台灣第一個 台灣取消徵兵制 而改成募兵制的總統 是主張台獨的陳水扁 我先強調一下 陳水扁幹的事情 就是陳水扁不要打仗 但他要主張台獨 第二個民進黨的神主牌 叫做2025無核家園 那如果我們沒有核能的話 我們靠天然氣 靠煤炭的話 大概可以使用在國內消耗 被中共包圍的情況之下 大概最早最長最長撐不過三個月 所以我們不用核能的話 要打這要台獨要打仗的話 一定要有核能電場 結果我們不要核能電場 不要核能電場 然後要募兵制 不要增兵制 要主張台獨 所以叫什麼 這叫什麼 這是叫做 這是叫做嘴炮式台獨 所以這些台獨人士 每天在欺騙台灣社會 而且之前選舉都還有 說到兩岸之間 我們還有一個話題其中三位來賓 就是兩岸之間 之前在金門通水典禮這回事 現在也有一個後續2.0版 接下來福建省的省長唐登傑 他說今年要持續來推動 跟金門馬祖除了通水之外 還要通電通氣以及通橋 上一次金門通水典禮的時候 台灣這方面是沒有什麼人 去參加觀禮的 這一次而且不參加觀禮就算了 這對於大陸言辭上面 也是還滿強勢的 但這一次陸友會只有講 這是中央的職權 我們全部交給中央 進行全盤的衡量之後 再做審慎的評估 這時間點上面感覺 與其沒有之前那麼強硬 為什麼 之所以因為通水 對金門來講是成功的 我最近正好碰到楊正烏縣長 他說大陸給我們的水 比給大陸人的水還好 所以金門人非常滿意 這是我聽到的 他聽他講的 我相信也是事實 否則這個通水不會說 這個問題就是大事化小事化無了 通氣未來也不成問題 因為金門也需要天然氣 還有一個是通電也不成問題 也不成問題 通橋在台灣跟大陸之間通橋 目前不太可能 但是金門跟大陸之間通橋 是非常可能 金門人已經是兩邊國旗一起掛 兩岸國旗一起掛 有中華民國國旗 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旗 他們對於這四個通都不會反對 那麼現在就看中央要管嗎 管的話可能遭遇民意反彈 民意反彈 可是通常這在過往 可能被當成是對外統戰的一招嗎 通常這是比較沒有那麼反應強烈的 金門人在廈門買房子的 你去統計一下有多少人 廈門在過去十年二十年當中的房地產 漲了好幾倍 我想可能有十倍以上 所以也就是說 金門的人現在是靠廈門 靠大陸在臨近的這些縣份 然後因而獲利 身財的不在少數 那相對於在臺灣給他的利益來講的話 是少了很多很多 這是個現實狀況 也就是說 金門人喜歡跟大陸人做生意 在大陸賺大錢 這也是活生生的案例啦 所以你陸委會講什麼話 沒有用 其實沒有人理他 而且這個陸委會講比較不客氣的好不好 到底明年一月份就下台了嘛 有沒有什麼用 不要理他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驚嚇 一日生活圈 目前那個現實擺在眼前啦 但是我覺得其實話聽起來算溫和 但是我覺得態度也還算是堅定喔 他特別是因為這是涉及中央職權 今天他還特別強調說 通水這個東西是因為過去兩岸之間 海鞋海鞋談出來了 所以你去辦我沒意見 那所以你們聽起來很滿意 很好 那是因為有兩岸之間的白手套進行交往 所以他意思是說 如果接下來你要通電 通氣 通橋 那麼一樣的 可能要海鞋海鞋來繼續談 這是跟中央跟你地方無關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比較尷尬的地方在說 我認為 因為楊正文接下來就要去對岸 進行相關的商談了 所以未來地方包圍中央這件事情 我認為在未來這段時間裡面 不會停 一定會經常的發生 而且對於民主黨中央來說 你必須要去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所謂的一日的驚嚇生活圈 你今天台灣再怎麼去遲緣它們 你沒有對岸來得更快更好的時候 你怎麼樣子去阻擋 而且你說要兩岸談 要中央負責 那你談啊 現在海鞋海鸡根本就談不了 對方不跟你談 所以又要回到原本的政治前提 所以民進黨蔡英文 你不要以為你不做任何的 你覺得現在九二共識 在習近平習道大講了一國兩制之後 好像讓藍營也變得很尷尬 所以民進黨蔡英文就說 我自己解套了 其實沒有解套 我認為其實在未來這段時間裡面 不管對於國民黨來說 對於民進黨來說 對於柯文哲的兩岸一家庭來說 都沒有解套 沒有新的文字論述 沒有人覺得答案是符合 目前看起來兩岸之間可能 未來更可能往前走 又能夠維護主權 又能夠維護和平 又可以維護民主生活 但是又能夠讓對岸覺得很滿意 可以繼續交往 我認為這個答案不簡單 不容易 不簡單 滿棘手的 如果容易的話早就文字出現了 等一下回來 但你看了另外一場會面 應該是必須要再往前走一步了 要不然很難交代得過去 回來聊川金二會 馬上回來 川金二會到底哪時候登場呢 上個禮拜我們節目聊過 因為金真都既然去北京過了生日 這時間點應該非常接近了 果然不出我們專家所料 馬上這禮拜就傳出 金真確定要跟川普見面了 時間在二月底地點還沒有正式的公佈 我們知道在同期間 就當金真在訪問北京的時候 其實那段時間美中貿易談判傳出還不錯的消息 有大幅的進展 所以看起來北京打這個北韓牌打朝鮮牌 也是挺有效果的 那董事長你怎麼看這事 這個要扯到就是說這個其實這兩張應該講就是說川普跟金真恩兩個走到這個階段 即使有這個川金二會的話 大概也是形勢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是嗎 對因為兩個人現在已經卡住了 雙方的條件都卡住了 因為美國人要求是完全棄合嘛 那金正恩要求的是叫分階段棄合嘛 那這兩個條件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妥協空間了 那金正恩現在這次在 最近跑到北京去過生日嘛 就取得剛剛陳老師講的嘛 他好好的生日不在自己家裡過 跑到大陸去過幹什麼 就得到習近平的一個一定程度的這個支持 但是這個之前你要看到 就是他上次在G20的時候 其實這個北朝鮮的議題 就是朝鮮半島這契合這個議題 川普已經跟習近平有過一個 是他們當時討論的議題 agenda其中之一 所以我認為 川普已經有邀請中國來協助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這個其實雖然是川金二會 但是背後在運作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習近平有相當程度的 一定程度的力量 這個力量裡面就是 剛剛陳老師講的 北韓是習近平的牌嘛 那這個 那目前的麻煩在哪裡呢 你這個是一直卡到 卡手上不能解決的話 雙方都在目前所爭執的點上的話 毫無妥協空間 董長給你進步請教 因為很多一些專家的看法是說 如果這個時間點川普見了金正恩 而沒有任何的新的時值進展 或者時間表出來的話 那不如不見 如果見的話就應該要有成績彈 要不然川普等於自己打臉 我現在解釋的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的後面會有一個運作 中方的學者曾經有提出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說你雙方把你的時間表都拿出來 因為時間表對金正恩來講的話 他一點困難都沒有 他只有經濟壓力嘛 對不對 他只是想要快點能夠解除他的經濟制裁 他的經濟 他今年的元旦的對老百姓的講話裡面 也就是重點大部分是準備要改革開放要搞經濟嘛 可是川普馬上要選舉啦 他不有時間壓力啊 所以雙方的有各種不同的需求跟不同的時間 所以大陸的學者有提出 那中國大陸更倒楣 我這個東北部分的東北幾個省份 被你們幾個被因為朝鮮半島緊張的情勢 搞得我的安全條件不斷的惡化 我的投資 我的人民要再做經濟要改善的可能性 像吉林 像遼寧這幾個地方很慘很慘 現在非常慘下港工人員一大堆 內部有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很多的騷動 所以其實這裡面 大家都認為說只有習近平只有中國大陸 在背後運作很坦白的 讓他們產生一個有可能妥協的一個版本 看看有沒有可能在這時候出來 另外一個可能性請教老師 因為男孩的文在寅在川晶二會宣布 二月底要登場的每隔幾個小時 文在寅方面就非常迅速的說樂觀啟程 也希望二月份的這次見面 能夠在朝鮮半島建立永久和平政體的一個轉類點 老師你看這個轉類點從此出現 有機會嗎 大概北韓就釋出一個條件 就是我把最曝光最多的一個核設施廢掉 但是北韓有很多核設施 所以廢掉一個對北韓來講一點不成問題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他已經又蓋了不少個核設施了 這個核設施美國要想要地毯式的搜索很困難 那麼文在寅跟金正恩之間的一個會談 也很有 不要說他沒作用 他有他扮演一個潤滑劑的作用 因為文在寅是比較願意幫北韓 尤其在經濟上面 那麼只要北韓提出條件來他都可以浪 中國大陸現在也在幫北韓 俄羅斯也在幫 俄羅斯幫北韓是科技 中國大陸幫北韓是油 還有其他的東西 尤其是俄羅斯則是幫忙他的可武科技 還有飛彈科技 所以現在有這三方面幫忙 我覺得北韓金正恩的促進 比起當年的利比亞的強人格拉菲好多了 格拉菲是姥姥不愛舊舊不親 美國也沒幫忙他 那麼別的阿拉伯國家也不支持他 結果他後來死於亂槍之中 死於勾曲勾曲之中 所以他的促進非常危險 那麼但是金正恩現在有三方 在保護他 所以就算美國想要打仗都不太容易 所以說金正恩真是 獲得找到了兩個爸爸之後 給他很快樂 又找到一個兄弟 文在寅 所以他現在是兩爸一兄很快樂 二月底在哪邊談還沒有登場 不過說越南的可能性是蠻高的 有這個說法 我們來看這個美國有個最新版的 飛彈防禦報告 依舊宣稱北韓是最嚴重的威脅 不過對於川普來講 這個發布報告的時間點 就在宣布川金二會之前沒多久 西天領有點尷尬 還是說這是一個刻意的操作呢 我想這個時候發布 並不會讓這個事情顯得尷尬 如果說他真的講的是嚴重威脅 也因此更有談的必要 不是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記得我如果看到的 跟你看到的是同一份的話 這個防禦報告裡面雖然講到 它是一個嚴重威脅 但是也有特別提到說 它真的發生的可能性 比起去川普上台之後那一段時間 事實上是降低許多的 好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就是很可能是一個智庫 一個學術當中的一個研究 回過頭來我覺得看 就是這還是一個 美中朝之間的一個關係 目前看起來我認為對於 這個金正恩來說 他現在得到了很多的保護 是一定必要的 因為他會非常 如果說你今天去想好了 你是北朝鮮的領導人 你會去看全世界同樣類似的 一個極權政府體系裡頭 如果親信了美國 他會得到什麼樣的下場 好 所以如果你沒有得到 一個充分的保證 今天當我放棄了我的極權 放棄了我的武器 放棄了我的核武彈頭的時候 我換來什麼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除了 你當然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寧靜的 包括習近平的支持 你一定要文在寅的支持 助理你還有來自於 美國川普的保證 今天我連你說要解除 我的經濟制裁 我都沒有辦法得到 你的保證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放棄我的核彈頭呢 而且我為什麼要 一次就放棄呢 這次見面應該理論上 是要更具體一點 有沒有像老師剛才所講的 我就廢掉一兩個 換取減緩經濟支持 但是他的進展一定要得到 我得到你充分的保證 否則對他來說的話 這個廢了以後 如果是我全部同意你一次廢掉 那麼廢掉一兩個 對不對 一兩個很簡單嘛 反正假設我有100顆 我得到他可以分很多階段 而且他在過去這個階段 當他除了有關於核武這個部分之外 他也去進行其他部分的發展 包括甚至有人說 他已經在進行相關的生物武器 所以就算是我今天的核彈 相關的部分的飛河 我分好假設三個階段 五個階段 我一個一個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算今天我跟你玩玩玩玩 玩到某個程度之後 我這邊都廢了 我還有其他部分 可以給你當作我的籌碼 我的意思說 對於朝鮮來說 他會有很多的一些防護網也好 一層一層的可能 有益力於他自己的談判籌碼也好 目的就是跟你拗 跟你去談 談到一個我願意得到的 一個充分的保證之後 而且這個部分 一定要有利於他的經濟發展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經濟發展 站在北韓的旁邊 就是一個目前正在改革開放 經濟飛防騰塌的一個中國大陸 他當然也會有個內部的壓力 所以對他來說 我認為這是他所希望得到的 只是說他必須要得到保證 而且你說得到保證的時候 他會全面契合 我也不是那麼完全相信 因為對他來說 那是國之本 所以某個程度的放棄 到換來某個經濟跟民生當中的繁榮 我認為是他可接受的 但這個東西一定要符合他認為的 他自己本身的一個戰略上的安全 才可以 因為北韓有太多前車之間 烏克蘭當時是 世界上有核彈頭第三的國家 結果後來聽美國跟俄國的建議之後 全部就運出去了 結果現在被俄國入侵 你也沒有任何立國之本的核彈頭在手邊 就沒有力量談話了 不過我們來看駐日的美軍發了一個影片 他發的影片默認北韓是核武國家嗎 因為他包括了北韓中國俄羅斯 是宣布為永核國家 其實北韓全世界都已經 早就成他是一個用核子武器的一個國家 但是駐日的美軍發這影片 老師你看這個有對於北韓他們的認定 有任何的政策上的改變嗎 駐日美軍當然是比較擔心 因為他們有直接的利害關係 因為北韓一旦發射核武了 遠的可能就算技術上或者什麼 各門門都能克服 但是一定先打進 進的是最可能 讓美國遭到直接傷害的 所以駐日美軍當然怕 前幾兩年不是有嗎 駐日美軍還有駐韓美軍都在如何撤僑 或者是各種演練 那麼這裡面當然是有 認為北韓當然還是一個克服國家 而且克服國家最 因為過去認知北韓領導人不夠理性 不夠理性最可能出狀況 而且那是早期的北韓科技上沒那麼穩 沒那麼穩更可怕 因為不準 飛彈發射的會不準 不準比準的飛彈更可怕 你本來不想打就又不小心打 就打過去了 但是現在北韓做了很多的改進 在俄羅斯的技術援助之下 其實中國大陸也有技術援助 中國大陸北韓所有的飛彈導彈的車輛 都是中國大陸提供的 這是很特別的 科技 彈頭 飛彈 核武 都是俄羅斯提供的 所以北韓剛才我說的兩個爸爸 是沒錯的 所以這兩個爸爸 一個提供他各方面的石油 還有這個 現在連金煉油大陸也開放給北韓 金煉油是給飛機用 作戰飛機用 那麼這個裡面當然是對北韓來講 是如虎 天意 一切 但是中國大陸不敢給他轟炸機 給他轟炸機就危險了 自己也危險了 萬一北韓火大的話 轟炸一下東北而言夠他受的 我記得在川普剛剛當家的時候 我請教過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川普跟金正恩 互相叫囂那段時間 我請教過你說 到底誰是比較unpredictable 到底誰比較不可預測 比較是不理性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就是 北韓是裝瘋 裝瘋 但是北韓擔心呢 因為CIA有個報告說川普是真的瘋子 那你觀察這兩年都過去了 你到底覺得現在誰 是其實可以比較可以預測出來他的動作 我覺得川普還是掌握了比較大的核武按鈕 這個毫無疑問的 到底核子武器多嗎 這當然是掌握了更大的按鈕 而且威脅性對北韓來講很大 所以北韓為什麼在去年年初 就開始同意南韓的平昌奧運呢 跟文在寅見面 跟川普見面 一系列的都是川普的動作 嚇唬了北韓 真正嚇唬到了北韓 川境二會了 大家對於朝鮮半島 這個往和平的方向邁進 其實又有一些信心增加一些了 不過對於東北亞的 美日韓之間的鐵三角關係 卻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 因為南韓發了一個最新的國防白皮書 把最主要的敵人這幾個字也形容 朝鮮 形容北韓把他給拿掉 同時也淡化了南韓跟日本之間 過去那麼軍事 雖然說沒有軍事結盟 但是他們的關係特別被淡化掉 尤其是日本在去年指控南韓的驅逐艦 疑似鎖定了日本的反潛艦 有些摩擦 所以看起來鐵三角的關係 跟現在跟過往是不太一樣的 董事長你的觀察呢 日本的假想敵在亞洲 當然是中國 因為日本現在是 目前是亞洲的 或是曾經是亞洲的第一大強國 尤其在跟美國合作之下 這個態勢目前還是居世界第一強的位置 這個並沒有任何改變 但是韓國為了他們本身的國家跟統一的需求 包括跟北韓的這個要消除北韓的為期跟統一的需求 雙方都主張統一了 跟現在講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態勢當然會有改變 所以這會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發生 如果今天金正恩完全棄核以後 那這個時候的北朝鮮到底是親美還是親中 在利益上來講的話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所謂的政治的很多分析師一直密切觀察這個事情 他們也很擔心 因為嚴格講你以北韓的GDP跟他的軍隊的實力 他都傳統武力嘛 他在全世界的這個國力的排行榜上來講的話 他是極為一個中型的一個弱小國家你知道嗎 包括他擁有核武的話 他也只是一個 在核武的這些排行榜裡面 他是屬於比較後段班的 而且所以 另外一點就是說 金正恩以他現在有生之年齡很輕嘛 他已經決定要走改革開放路線了 當這個路線開始走下去 做經濟的改革開放走下去的話 我想完全棄核是一定會實現的 他沒有能力堅持 或是說守住這個部分的核武 那這個對他已經沒有意義了 他只要確保他的位置不改變 他的國家的方向不改變 他的國家安全是被確保的情況之下 他會做完全棄核的這件事情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韓國跟他態度就不一樣了嘛 韓國當然希望要跟北韓要有統一的 或更密切合作的可能性 那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東北亞態勢完全改變了 中朝共同年代就變成是日本了 那這個美國在這裡面的角色也很曖昧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新的態勢的變化 在未來歷史上20年之內一定會看得到的 所以大家都在做這個準備的工作 好 20年之內可以看得到 不過有一個國家20年之後發展的光景 現在看不清楚 回來了英國脫歐 英國現在麻煩很大 脫歐這協議呢 在國會裡面慘敗 慘敗得非常的慘烈 雖然說民意的首相位置保住了 不過接下來英國往哪邊走 我們列出了幾個可能性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 那就無協議脫歐 那就硬脫歐 這樣的話會市場陷入大亂 或者是延長里斯本的條約第50條 跟歐盟繼續再談回到談判桌 但之前談的你都沒有 國會都不過 你跟我再談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呢 所以歐盟可能不同意 那或者是梅伊提前發動大選 但這需要國會表決 超過三分之二的同意 或者再舉行第二次脫歐的公投 但時間點是趕不及 李斯本條約到期3月2月9號之前的時間點 所以老師你來看 在未來也就是這一個半月期 這個時間裡面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對英國來講 印脫歐是讓英國信譽掃地 再公投也讓英國信譽掃地 而且原來支持脫歐的人 可能為什麼不可以來第三次呢 那不是笑話嗎 永遠沒完沒了了 對 那麼另外其他幾個方案都還在 第二個方案也不太可能 因為再繼續談判真的已經沒有意義了 現在就是說 但是呢 人類是非常奇妙的動物 總會想出辦法來 所以說天無絕倫之路 不管是不一定是覺得這個沒意的路 至少是不會覺得英國的路 也不會覺得歐盟自己路 因為假如硬托歐盟損失慘重 本來要對英國實施罰款 或者加碼罰款 都沒搞 都沒搞頭了 那麼現在英國人很多年輕人 就是原來享受到歐盟好處的 可以拿到什麼各種獎學金的好處的 通通沒有了 那麼梅宜真是 梅宜不是始作俑者 可曼隆 可曼隆是始作俑者 但推波 剛剛講的推波助瀾的 卻是英國旅皇 當時他在脫歐公投之前 說了一句話 給我三個理由 讓我留在歐盟 意思是說他不想留在歐盟 太明顯了 我認為已經是有干政之嫌了 這至少有大英國協的榮耀 對 他為了他自己的臨為棘手 不為留後 在歐盟他28個裡面之一 就在前三名也沒用 但是WD國協他是老大 所到之處 當然是老大的一個姿態出現了 所以說這裡面千絲萬縷真的很麻煩 但是我剛剛講的天無絕倫之路 總會 人總會想出辦法 總會想出way out 生物就跟蘇洛基公園裡面 一個專家講的 他說人總會想出way out 出路的 對 但對梅伊來講 他現在可能就想說時間趕快過吧 直接過到3月29號過去以後 讓我看看到底當時 到時候走這什麼樣的路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進到死胡同裡面 想不太出來 南俊你來看 這個他提出來的一些議案 在國會裡面慘敗 這麼慘烈的情況之下 在一檔推不信任投票 他卻可以驚險過關 關鍵在哪邊 這一期的經濟學院雜誌 用what the basis 去形容目前 現在英國所處的困境 經濟學院雜誌 它是英國權威非常老牌的 一份經濟上的雜誌 我想它相當程度的描繪出 目前英國的困局 我想這個困局 某個程度來說也是梅伊的困境 那梅伊的困境 為什麼說你 他讓這個相關的協議版本 沒有過關 他自己卻可以保住位置 我想跟幾個原因有關 第一個 他們保守黨內部在上個月 其實已經開過會了 他們的會議裡面 本來就想要去換黨魁的 但是非常驚險的 內部對於梅伊的不信任案 他們也提了過一個不信任案 結果後來沒有過 所以等於某個程度來講 他們大概也覺得 這是一個燙手山魚吧 就是說這個時候其實你要去處理 有關於英國脫歐的版本 我認為其實真的很難找出一個 各方都覺得 你反他你也提不出來一個 更好的一個協議的內容 而且關鍵在於說 因為每一個不管贊成或反對 非常接近 大家不要忘記兩年多前 2016年的所謂的脫歐 他公投的表決 52比48 只差4%左右 其實你只要說去拉他一點點 他可能留歐的就超過半數了 你稍微再推他一點點 反這個要脫歐的 又出現了一個比較強烈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 他是為什麼現在的版本 很難去讓各方都滿意 因為各方都有相當程度 接近半數的人支持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於不管保守黨來說 你誰能夠比梅伊做得更好 或者說就工黨的柯兵來說 他也一定覺得他會比 這個梅伊彈出更好的內容來嗎 我也不覺得 所以一方面來講 保守黨內部 因為上個月曾經有過 這樣的一個內部的狀況 暫時保梅伊 這樣的一個內部的態勢出來了 所以在這一次的 不信任的投票裡面 就通通的回歸 等於是有點內部的團結 現在英國很慘 慘到就是 政黨會越來越走極端偏路 社會更撕裂 你覺得會出現嗎 我認為他其實因為就脫歐 所以我覺得其實脫歐 這件事情說到底 其實我有時候 我可以拿這個案子來看台灣 你如果說在一個 很尖銳的話題裡面 雙方各自的表態 已經到了接近五五波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那真的是煎熬到 你真的很難去 你說生命自有其出路 再次你說英國的出路 到底在哪裡 留歐的有50% 脫歐的有50% 你這個時候 你到底該怎麼樣子 都有另外一半的人反對你 所以我覺得對於美醫來說 雖然英國女皇本身 可能是一個始作勇者 柯麥隆可能要負起責任來 但是美醫當初過度的 以為自己當選之後 還提前解散國會了 他就是以為自己 可以去處理這個問題 他想的太過樂觀 他從來沒有想到說 當他去用印托歐的方式之後 另外有百分接近50%的人 他實際上是希望重新投票 留在歐洲的 所以你怎麼樣子 在這樣子一個 民意激進一半一半的狀況底下 又要能夠去符合 這個民調最後的結果 即便他只是超過3% 3% 但又要讓另外幾個50%的人 能夠滿意你這個部分 覺得不會過度的激進 其實我想這是美醫就算他 驚險的過了 留下來首相的位置 對… 也是一個難解的題 對…也是一個難解的題題 天無決定之路 這個路會是大路的路嗎 執家董事長您來看 有人說英國的經濟 救星是中國大陸 我覺得英國脫歐這個爭議 現在當然看起來沒有路走 而英國應該繼續 會往脫歐的方向去發展 發展的時候就是他跟歐盟之間的條件 什麼樣的條件對他會 譬如他關稅同盟這個部分 還有他的這樣 他跟愛爾蘭的邊界的問題 還有以利民的這些爭議 他其實他本身內部就是一個民粹的議題 所以英國現在很有趣的這個現象 剛剛這個 從陳老師剛剛講法裡面就是說 他有一個英國的 這個布雷甸大帝國的一個古老的榮光 英國現在是確實是他是需要兩種 他需要朋友 他也需要敵人 大家這兩種人 他朋友在經濟上他選擇的是中國大陸 但是在另外一個在軍事上的盟友上來講的話 他現在選擇是美國 但是美國跟他在南海最近的措施裡面的敵人是誰的 還是中國大陸 所以某一個程度來講的話 他的朋友跟他的敵人都是中國 這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歐盟大概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就 因為衰退的歐盟對美國是好事嘛 所以脫歐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這個對中國也是好事 因為一個衰退的衰退 可是歐盟現在跟整個中國的關係來講的話 他們是全部整個是 整個目前的合作關係是好的 目前的情況是算是良好 歐盟自己本身一個頭兩個頭大 但是每一個國家都為了他的移民跟難民問題 包括德國現在政府也開始要下台了 法國政府也開始要下台了 所以這個整個明確主義者 風潮性起的情況之下 無人能夠幸免 那當然這時候來講 可能創造一個中國崛起的更加的革命 我在這時間聯問一下老師 因為看來如果說英國持續到 因為是公投的情況 我們必須要去報告 然後又沒有一個協議的話 或是逼迫歐盟跟英國 再次回到他們就會 會不會一起 還是有可能像報告中的 會不會很容易報告 還是要去 還是要去 對